他所記錄USB所記錄的航道 我們發現說這兩個航道其實還蠻接近的 就比方說這個大學教授的這個實驗是有用的 所以呢我們也要做這樣的實驗 然後這下面是我們所做的實驗 因為我們要乘就是隨著黑潮往前走 所以我們要嘛就是放在東部 要嘛放在北部 然後我們選擇放在北部 因為我們比北部比較近 然後這邊就是有各種線 就是我們從北部一直來測到南部的線 然後因為我們發現那個我剛才忘記講 就是那個潮汐也有影響 影響小船的一個因素 然後它比較會在陸地附近影響 就是潮汐的部分 然後所以我們會在海外放船 大概海外30海浬 然後這個藍色的線 就是大概這些線集起來後的線 所以我們就是以這個方向為主 然後這下面是我透過這個系統所發現說 就是用這些我們可能會發生的一些困難 就像說這邊可能不太清楚 可是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圈圈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叫做海 就是漩渦 就是漩渦 可能會讓船一直在這邊滯留 不前 所以我們為了要 就是避免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才要在海外放船 就是海外30那邊 然後我們發現 越放在北部的話 它就越出不去 就像這個 所以我們放在吉隆 雖然也很北部 但是沒有比它北部 對 然後呢 這個是 巴掌庭 就是我們怕說 可能 船人行進一段時間之後 會碰到觸角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盡量放在不會觸角的地方 但是 因為這只是 就是 挪理測驗 不一定就是會照實際的方式 所以就是 只能做一個參考 就是盡量不要碰到觸角的問題 好 我大概就這樣 謝謝大家